你是否想过像是忧郁 躁郁 或是自闭症的心理疾病患者 比起药物控制 藉由植物的治疗会对他们更有意义吗 DoroGo就是一间帮助这些患者从事快乐的地方 藉由盆栽的原因设计过程 学生可以与老师互动 抒发自我 也找到自信 原因指导是让你去透过这些手座发现你自己的好 然后去翻转你眼前的不好 DoroGo常常到育幼院或安养中心陪伴老人与孩子 带领他们从手座盆栽里分享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陈淑兰问一个孩子 你做的盆栽哪个是你的焦点呢 说这个是焦点 但他也许反而不是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 他就会也许会讲出自己的故事 他可能会说是因为我们家就我年纪最小啊 我每一次都不是被当焦点 所以我想要在这次盆栽里面我被当一个焦点 创办人林彦宁和治疗师陈淑兰都已经当上妈妈了 这也让他们更了解儿童所需要的关怀与爱护 而从小和夜夜奶奶一起长大的虚才荣 如何陪伴长者更是她的想象 三个女生选择用自己的人生经验 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